各位是大家好 我們今天與大家分享的這篇文章呢 他也是利用MRI來判讀一個狗的腦病的問題 向各位介紹一下 這隻狗他經歷了一個低血糖性的腦病 他在MRI利用Diffuse Weight Image 發現了他有皮脂成狀壞死的現象 我們就往後看 簡介 我們描述了一隻5歲的去世公犬 他疑似是低血糖性的腦病 他使用了DWI進行了評估 狗在長期的全身性和持續的癲症發作後出現了低血糖 在即興期 DWI顯示了左側捏液的高信號 大約一個月之後 DWI表示保持著高信號 而MRA顯示左側大腦中動脈擴張 到慢性期 到慢性期 左側的捏液病便被腦集隨意替代 根據報導 在人類中伴有低血糖性的腦病 皮質成狀壞死 在DWI的表現為大腦皮質高信號 而在MRA表現為大腦中動脈的血管分佈增加 這個狗跟人的表現是一致的 總之在DWI看到這個疑似低血糖性的腦病的狗身上檢測到了CLN 皮質成狀壞死 我們再介紹一下這個疾病 皮質成狀壞死 被觀察為腦皮質灰質中的壞死 它可以有許多腦病的病因造成 包括缺血性的中風 全身性的癲癇發作 低血糖和缺氧 而當MRA發現有弥漫的皮質損傷支持CLN 而在人類中 利用DWI有助於診斷急性腦病的原因 DWI在CLN早期可以表現出典型的高信號強度 而且比T2 weight或者Flare更敏感 與人類一樣在CLN的患者中使用了MRI 在全身把之後患有CLN的狗中 我們在大腦皮質的T1 weight上呈現高信號 T1 weight呈現不均勻的對比增強 那這一個報告 它是一個低血糖病的狗 那它是低血糖是由於癲癇造成的 那它描述了它四個月內Follow這個狗的一些疾病的變化 那在病這個癲癇發作的第一天 它在兩個多小時內經歷了十多次的全身性和CLUSTER的癲癇的發作 那進夜間急診 那醫院提供它每公斤0.5毫克的DICEPAN 每公斤30毫克的這個CAPLA 用打的打到血管裡 皮下注射每公斤1毫克的Predin Solon 以及每公斤1公克的Monitor 然後用CRI的方式給30分鐘 斜檢認為它有帶線性酸中毒和脫水 PH這個時候是7.24 那比較可惜的是它並沒有針對溫度做校正 所以這個 這個血液氣體分析的結果我們參考就好 它必須要經過校正才能夠用動脈血的血液氣體分析來做使用這個資料 那這個時間點它還沒有低血糖症 它這時候普羅糖還有196 雖然它沒有全面的電線發作 但是有部分的電線發作 那動物失去直覺四肢僵直 左側的面部有不自主的抽搐 那病發第二天 狗狗被轉整到樂野學園大學動物醫學中心 那這時候狗是昏迷不行的 部分的點檢持續 約超過一天了 31個小時 那 做神經學檢查發現 眼檢反射 腳末反射 瞳孔光反射 反應減弱 呃 威嚇反射應該也是比較弱 好 好 那觀察到有這個anisoconia 那體溫過高 這時候已經到39.7 好 那它可能因為 長時間癲癇的關係 呃 全身進入了一個 嗯 類似像中暑的狀態 好 身體體溫變得非常的高 好 可能 我認為可能腦罐有受到影響 它導致它體溫調節的極致失控了 那這時候它也有心動 心跳過速的 心跳每分鐘已經來到215下 好 由於血壓太低 它這時候已經量不到血壓 好 好 那 這個血液器的分析比昨天更酸了 來來到了pH6.99 好 這個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好 那相關的血液器的資料在這邊 但是這邊也沒有說它是不是有經過溫度校正 好 所以這個一樣參考就好 但是 欸pH6.99真的是很不妙的數據 好 那 CBC 好 表示它有脫水 好 那 肌肉的病變 低血糖和急性的腎功能衰竭 白血球 已經來到了26000多 好 PCV這時候是69.6 好 比昨天還要更脫水的感覺了 好 那 AST254 LKP 2000多 BUN 70.8 CRE 4.69 CK 2648 血糖 33 血糖呈現低血糖了 好 這個 這種低血糖有可能會導致它休克 好 然後 那 甲綠161 好 高血甲震6.4 它沒有提供綠離子的資料 好 CRP20.3 好 那 狗就要依照中暑的方式處理 呃 它把它 降溫 然後用 西式的 50%的葡萄糖 靜脈注射兩次 每攻擊給它1CC 好 那 點滴給的是2.5%的葡萄糖 好 生理食鹽水容易 好 另外它還有給這個 那個 Trace hydroxy-macy-amino-macy- 那 我們 對這個要不太熟 科普一下 它是一種用來急性 治療急性的酸中毒用的藥品 那功能應該類似我們的種草 好 那在人類中有拿來治療急性的肺損傷 酸中毒 好 它是一個種草的替代品 那我現在有這個概念就好了 好 那由於狗的病情嚴重 它在胃麻醉的狀況下 進行了MRI的掃描 好 使用的是1.5T的MRI 那它做了T2-weight FLAIR Contrast Enhanced的T1-weight 好 它還使用這個 God of Beautiful做噪影劑 好 那它也 當然它也做了DWI 好 那 以及ADC 好 B指它使用的 介於0-1000之間的數據 好 那 根據一個任等人的條件去設定的 得到了ADC的圖 那測定有三次 好 那這邊是一個ADC的照片 好 我們看上面的A圖 好 它是由DWI去發展出來的ADCMAP 好 那 設定的位置在離狀頁 外測回性人盒 好 內測外測列以及海馬 好 那它用這些紫色的圓圈 標示出來 可能是 它去採取這個ADC的值 好 這個後面會說明 好 這些圖像是ADC的地圖 好 通過這些圖像去觀察到ADC的值 好 那 從併發的第二天到第八天 這邊做了一個說明 好 第二天的T2W和Flare顯示 雙側的離狀頁、海馬和左側的滅頁 好 呈現輕度的高信號 好 T1W顯示是等強度 好 ContrastIncast的T1W未顯示增強 好 那在DWI的這個畫面下 好 它比T2W和Flare更清楚的 描述了高信號的一個反應 好 在圖2A我們看一下 圖2A 好 那這次 它 在這個 第一天 好 第39天 第二天不好意思 圖A是第二天 圖B是第39天 圖C是第133天 好 那 它做了一系列的這個 MRI 然後在不同的模式下 好 那個ABCD 可以帶有不同的條件 好 那我這邊幫各位 好 做了一個註記 好 這樣比較好看 好 在這個 圖 圖2的A 好 這是 第二天所拍的影像 好 那從左到分別是T2W Flare 的T1Wait 好 那影像增強的T1Wait 以及DWi 好 那 用箭頭標示出來的 好 是指說 它這個左側的捏頁受到了影響 好 你可以看到 欸 在這個DWi的模式下 好 有很明顯的高信號 好 這代表說 這邊有一個區塊啊 它的有一個水分受到限制的病變出現了 好 那 在這個 T1Wait 你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好 但是在T2Wait 開始有一點高信號 好 那大家記得T2Wait 好 脂肪和水是亮的 好 尤其是這個 在 經過Flare之後啊 它會把正常的水 遮蔽掉 正常的這個脑氣水溢 好 在它顯示是D型號的 那 不正常的水 好 會被凸顯出來 好 這些在 脑皮質 的 組織內部的水啊 它聚集在這邊 所以被凸顯出來了 好 那 你用這個 Contrast Enhanced 勉強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好 在T1Wait 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好 那我們再回到 剛剛的畫面 好 它測量了離莊葉外側回 性能核 好 內側外側回 以及海馬的ADC值 那可以發現在 左 離莊葉的ADC值是0.62 好 那其他并面大概是0.81 那左側的ADC值低於右側 好 這是一個重點 好 我們知道說 在DWI呈現高信號 那在ADC呈現低信號 代表說那邊是一個真的 欸 水分受到局部的限制 好 在 局部的組織裡面 細胞裡面 好 它 有這個擴散它被增強了 的影像 好 那它是 這個才是真的 欸 細胞毒性損傷 的一個證據 好 那完成這些掃描之後 MRI被中止 好 那狗開始對周圍做出反應 好 那開 又又繼續有癲癲的狀況 好 所以他們還是特異性的癲癲 以及癲癲造成了 併發腦損傷 好 那 幫狗肌肉注射了 每公斤2-3毫克的Phenobarbital 好 以及每公斤30-40毫克的 這個Kepler 一天三次 他們後來就沒有再用類固醇了 好 發病後第三天 好 沒有再發生 不好意思 沒有再發生癲 好 神經檢查提示他已經痊癒 這時候體溫已經降低 好 他癲癲被控制住之後 體溫也改善 好 那這隻狗很想睡覺 好 但是對於周圍的環境的反應良好 那神經血檢查未見到其他的異常 血檢也慢慢在改善 那 低血糖持續 好 CK持續 好 ST1698 LKP1153 CK12000多 好 那個Glucose 繼續增加低血糖是56 CRP7 好 那到第四天 血糖比較改善得到94 好 慢慢減少了Phenobarbital的劑量 那持續投於這個 每公斤10毫克的RoniSermine 以及 每公斤20毫克的KBR 好 最後他停用了Phenobarbital 僅使用RoniSermine跟KBR 來做維持 然後他開始吃飯了 在第八天出院 那他沒有繼續電線發作 好 那這是一個ADC的紙齁 在他的第二天 第39天 第133天 好 那在不同的部位 像這個是黎仲葉啊 內 這個 阿米嘎大 新人河啊 然後海馬回啊 好 不同的這個組織 好 那左側右側 他分別記錄了詳細的數據 那可以注意到 在這個 左側的ADC值啊 都低於右側 這是左側0.6 右側是0.86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ADCMAP上 他會看起來比較暗的 右側看起來比較亮 好 這個 左側的ADC值 小於右側的 左側的ADC值小於右側的 左側的ADC值小於右側的 左側的ADC小於右側的 都一樣了 左側的ADC值小於右側 左側是左側的這個缺 缺 缺 低血糖 這個低血糖性能 腦病造成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好 那在第39天他已經萎縮掉了 所以這邊沒有數據 這個性能核他也萎縮掉了 沒有數據 可以注意到第39天他 這兩個的數據就會拉近了 跟 第二天的比起來 ADC值左邊還是低於右側 但是他已經開始在拉近 那到 第133天就是左右側幾乎沒有分別了 所以他 隨著時間的過去他其實慢慢有改善 這個萎縮的就是回不去了 這個腦組織已經壞死掉 然後最終被腦體隨意填滿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圖 橫軸是時間 縱軸是這個MI的序列 這個橫軸的圖A是第二天 圖B是第39天 圖C是133天 那這個小A是T2weight 小B是Flare 小C是T1weight 小D是影響增強的T1weight 那小E則是DWi 下面做 在這個插頭做一個說明 發病後的第二天 T2weight Flare跟DWi分別呈現 左側捏捏的高信號 剛剛有跟大家講過 DWi最明顯了 再來這個T2weight也看得到 Flare會更好看一些 但是最好看的還是DWi 所以在這個缺血性腦病 低血糖性的腦病 DWi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圖B發病後第39天 T2weight呈現了高信號 看一下T2weight 的確它呈現了一個比較高信號 這是在這個Flare 它反而沒有像第二天那麼亮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其實已經慢慢的開始有一些 流動性的腦疾隨意 就是可以出入 還不像剛發病的第二天 就是所有的水分都擠在這裡 那以Flare的角度來看是這樣 那我們拉到DWi來看 DWi它也是有部分的組織 有呈現一些高信號 但是它比第二天的 也可以看得出來它有改善 它沒有像第二天的DWi那麼亮 發病後的133天突襲 你會看到在這個T2weight呈現高信號 脂肪和水是亮的 在Flare它已經慢慢都變成黑色 代表說它的流動性 比這個D39天又更改善一些 那在DWi下面它甚至變成是低信號 它是低信號區的 所以經過這樣的一些證據 那我們知道說 變換的腦組織的變換 可以去掌握它 這邊繼續變成的說明 第39天他們進行了這個MRI的追蹤 那以及腦體隨意的檢查 這個神經學檢查和血液檢查的結果是正常的 但是它有一些行為改變 它表現出油膽無法排泄 應該是沒有辦法好好的自己上廁所吧 那MRI在全身馬椎下進行 它還做了MRA 那發現這個腦式有對稱的擴張 大家注意到就是 從這個第二天 第39天 第133天 這個腦式越來越擴張了 所以它有這個水腦的狀況 那雙側的離狀眼和左側的捏變變 在T2H上表現為高信號 在圖2B 那在D台灣上 在第二天被認為是高信號的這個海馬回 在第39天變成等信號 看一下 你看它的海馬回 本來是高信號的 它在第39天變成等信號 大概說它這邊的這個細胞 細胞 細胞毒性腫脹的這個狀況已經有得到緩解 然後我們的這個 離狀眼和性能核的部分開始出現萎縮 所以ADC值就量不出來 那在MIA上面呢 血管攝影上面 左側的大腦中動脈比右側更清晰 再圖4A 拉到圖4A看一下 左側的這個血管 長得比右側還要多 因為可能受到當地發炎的影響 就是它必須去產生更多的血管 來做一個代償作用 然後把這些已經快死掉的組織 趕快能夠救回來 那這邊的血管就長得比較茂盛 那在那個增強的TW上 左側中動脈的直徑分別是10毫米以及8毫米 左側的中動脈直徑擴張了 那MI檢查完之後 他做了那個腦脊隨意的檢查 顯示蛋白質的濃度輕微的增加 那GFAP測試顯示是陽性的結果 那這個GFAP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稍微大家科普一下 它是一種創傷性腦損傷中的生物標注 也就是說 它原則上只存在在這個 新狀膠質細胞中的一個蛋白 原則上它不會出現在血液之中 它只在細胞死亡或損傷或釋放 所以我們在腦損傷的診斷上 它是一個生物標知物 一個BIOMARK 好那 在人的方面呢 在 與存活的患者相比啊 死亡患者的入院的血腥GFAP水準比較高 所以它可以拿來當作一個預後的依據 這邊只有顯示陽性喔 它沒有講濃度多少 第39天只有寫GFAP陽性 會寫它的濃度是多少 它應該有一個紀錄耶 但是這個文章沒有寫出來 好那 你看到它第133天啊 這個GFAP它已經有下降了 降到26.9 好那 它持續使用抗電線藥 好這次狗愛活著喔 它 沒有使用內固醇 好那再造了MRI 而且它沒有表現出癲癲的 行為 就是這些遊蕩的行為有改善 而且對主人有做出反應 好就是生命有找到出路了 這個體格和血液檢查是正常的 好那 用麻醉了去做MRI 好在這水腦更嚴重了 它的 涅葉和整葉的T2A的呈現高信號 FLAIR和T1A的呈現低信號 這意思是說 它的那個 腦部有一部分已經萎縮掉了 因為它之前 因為滴血糖的關係 那部分的 腦 腦組織損傷的結果 好那有一些 組織它已經萎縮掉了 所以它就是ADC的 就做不出來 那這是第39天 在T1W上 它幫這個皮子 皮子的病變做一個特寫 那 這是在T1W的條件下做的 好 那個 AB是在第39天 那 圖C 是在第133天 你看到就是 這邊的區域好 逐漸的萎縮掉了 它就缺了一塊 好這剛剛講過的MRI 好它代場 增生了新生的血管 好那血管的直徑也變出了 好那它 在這個報告中啊 我們描述了一個 患有低血糖性腦病的狗 並使用DW來確定它有 皮子沉重壞死的一個證據 好那在人類中DW有 有助於辨別急性腦病的病因 好那 CLN在DW上被視為於 腦動脈區域不一致的高信號病變 在丘腦小腦和下丘腦的外觀是正常的 好這是因為 低血糖啊 對於灰質的影響 大於對白質的影響 好就是對皮子的部分 它影響的比較嚴重好的意思 好那本報告中 DW的結果與人類的報告結果相似 在急性期中 狗的DW表現為雙側離縱葉 海馬和左側捏葉的高信號 到第39天 好這個慢性 高信號病變在慢性期保持不變 好DW可以顯示早期的神經損傷 好那在這隻狗的慢性期維持 DW的高信號皮層病變 顯示出有這個地方是不可逆的細胞損傷 此外在雅極性的早期 CLN在T1位置表現為線性高信號 而在T1位置上表現為增強 好 懷疑其原因是對於這個細胞損傷 其反應的神經膠質增生和負寒脂肪的巨式細胞 以及激發性神經元壞死的結果 那導致大腦皮質的蛋白濃度增加 使T1位置的高信號強度發生了 好那在發病後的第39天跟第133天 用噪影機增強 腦脊椎水域的檢查 蛋白質濃度的增加和GFAP的檢測結果 也是表示他有腦組織壞死的證據 好那根據MRI和脊椎水域檢查的結果 提示這隻狗在左捏有CLN 除了低血糖之外 很難再調查CLN的原因 好那如前所述 CLN有可能由缺血性中風 缺氧和電腺發作所引起 好那第一打來是我們去 去診斷說他有CLN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梗塞引起的CLN 見於腦動脈區域 在典型的缺氧狀況下 損傷會影響任何大腦的區域 包括小腦和白質 在低調來在雅極性的晚期 可能就不太顯示高信號 因為這些組織壞死之後 會有新的腦體所以流進來 填補原來組織所在的位置 在這隻狗中低調來將避免定位在大腦皮層 所以缺血性的中風和缺氧 不太可能是CLN的原因 如果子晶於低調來很難區分 癲癲發作引起的腦損傷和低血糖性的腦病 因為他們具有相似的分布 兩者都可能因為狗在癲癲發作後出現低血糖 在人類中MRI可以用來診斷低血糖性的腦病 在細龍發生在癲癲的時候 MRI顯示病變色 大腦中動脈血管的分布增加 原因不明 但他們認為是代償性的一個改變 跟我們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據說狗的MCA正常的直徑大概是一個毫米 分布於大腦的皮層 雖然它的直徑是正常的 但是它分支曲折而且有更多的小血管 表明血管增生了 那因為這隻狗還活著 所以它沒有這個病理切片的報告 那 這篇Paper 表示說這個在狗的大腦皮層壞 壞死啊 跟人類的表現是類似的 等一下我們再帶各位看一下一篇人類的文章 看起來就是很像啊 那這篇它的特色是它還有再加入那個MRI血管射影 那 來證明說它是 低血糖性引起的 因為你假設只有做低血糖性引起的 你不太好分是 癲癲發作引起的變化或是低血糖引起的變化 因為他們分布是重疊的 好 低頭還被證明可以用來 檢測 懷有 低血糖性腦病的CLN 好 那這邊才有提到一個數據 狗大腦皮質的正常EDC值是0.84 好 那這個這個數字可以記一下 好 就是如果比它低的話 你要懷疑那邊可能有一些水分受到限制的狀況 好 那 在這次狗中觀測到的ADC值是正常的 好 甚至在後續的MRI中疑似壞死的區域也正常了 所以 呃 有時候你還是要根據不同的序列 好 然後去推測說 現在這個區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不要單純只有就一個ADC 好 就下判斷 好 有時候會被誤導 好 在小數中啊 ADC值的變化是可逆的 而且在它輸入葡萄糖後 ADC值會迅速恢復正常 好 那我們知道低血糖性腦病會導致細胞的空間的變窄 好 這句話等一下會有一篇文章來解釋它 好 就是我們低血糖性腦病的病理機制啊 到底是什麼發生的 好 好 那這隻狗因為有接受過葡萄糖的治療 好 所以它的ACD值看起來變正常了 那有另外一種解釋是ADC值受到壞死的影響 好 那壞死照可能它的ADC值也會有所影響 還是 這篇文章認為是這樣子 好 那補充資料 好 低血糖性的腦病的病理機制 好 為什麼他剛剛講說 低血糖性腦病會導致細胞內的空間變窄 好 好 好 我們先想一下 細胞內的空間變窄 其實就是細胞內的空間增加了 好 因為總空間是不變的嘛 好 那為什麼西班內的空間增加呢 它是因為 血糖太低的時候啊 好 好 它會促進神經元的細胞能量消耗 結果 它 它的一些 這個 pump 好 失調了 膜離子 穩定太喪失 好 結果水就從細胞外灌到細胞內了 好 那 在低血糖性腦病的MRI特徵乳下 大腦皮質 海馬基底結 偏織體 受到影響 而小腦 腦幹和丘腦不太受影響 好 這是因為後者的普羅糖的 呃 這個 代償能力比較好啊 好 那 丘腦中的ATP的水平比較高 好 所以它比較不會說 因為低血糖它就 第一個發生病變 它會比較後面才病變 好 那 皮質病變不符合特定的腦頭脈分布 好 MI特徵包括啊 DWR和FLAIR的高信號 T2WR輕度高信號 T1WR低信號 DWR在低血糖性腦病的早期診断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 好 那 而且D血糖還會引起腦血管的疾病 這個 毛細血管內的內皮細胞會腫脹 毛細血管腔會變窄 還會再引起了循環障礙 好 那這邊有一個連結齁 我們再各位看一下 這是介紹一個 人的病例 好 它是 Metaformin中毒 好 一個 14歲的女孩子 把它變中文 把文字放大一點好了 2019年一個14歲女孩 那在家中失去知覺 她的就是眼睛上吊 然後尿失禁和四肢僵止 送到河北省的醫院去急診 好 那 大家知道這個 Metaformin呢 它是一個 糖尿病的治療藥物 就是它可以降低血糖 那它 欸 不知道什麼原因 它過量的使用了這個藥物 所以它有一個低血糖 去影響到它的腦部 所以它失去知覺 好 DWi認為 它的右側的耳葉、捏葉、頂葉和枕葉 以及偏肢體發生了 極性腦 腦梗死的中風的可能性很高 缺血性的中風 MRI認為它的 動脈的邊緣不平滑 它可能有一些動脈內的 血管在發炎的一個狀況 血糖勝4 這是不可思議 那它 第二天處在昏迷狀態 好 那八天前有呼吸到肝癌的狀況 好 我們大家看一下它的這個 這個圖可以再放大一點嗎 哦 好 我看到有一些血管增生的影像出現 然後它在這個 這邊是它的右邊 好 他說在大 那大腦的右側的這個MCA的邊緣表現是不平滑的 好 它叫動脈的內膜炎的一個狀況 好 這個是CT 它右半球的密度偏低了 好 CT基本上就是一個360度S光了 所以它是一個低致密度的表現 好 那這邊就是一個DWI的影像 好 你可以注意到大腦右側 好 皮質 它的一個 呈現了一個高信號 代表說這邊的細胞組織總障 它 這個細胞內水分被滯留在裡面 好 是因為它低血糖 好 導致它的一些離子調控失調 水灌進細胞內 好 導致它的 然後 右半 然後大腦右半球的 皮質 組織 就是 受到了一個損傷 好 腫脹的一個結果 這個圖應該是在同一天做的 因為它沒有特別講說有時間的序列 好 它是同一天然後在不同的 這個 冠狀面下 好 去做 呃 同樣一個 腦部的一個掃描 好 不同的切面了 這樣子的意思 好 大概都是右半側受到影響 好 D導個I 好 好 它有 雙側的 半球的腦的壞死 好 MRA顯示 雙側的腦動脈前中和後動脈的分支減少 這應該是指跟圖B來做相比吧 好 這應該是 那這應該是不同的時間 我看一下 圖B跟圖D 還沒有寫得很清楚 看一下 一開始是5月4號 那 看一下 好 後來在這個6月18號 好 對 這個圖D是6月18拍的 這是5月4號拍的 好 圖B是5月4號拍的 所以 它後面的這個 變化並沒有比較改善的樣子 好 他們認為 低血糖是因為 過量攝取了Metalphamine的結果 好 那 最終的整頓 它是 低血糖性的腦病 它接受了治療去改善 低血糖 降低乳內壓 好 營養支持 但是 意識沒有回復 好 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例子 哈 那 討論 好 關於這一個便利啊 那 我認為有幾個點 可以 就是 跟各位討論一下 好 第一個它邪氣分析沒有做溫度校正 很可惜 它應該要依據溫度校正回歸到動脈血的數據 分析比是比較有價值的 不然 我們就沒有辦法經過那個區別整頓的表格 提供它進一步的資訊 好 那 第二它未提供乳酸的檢驗數據 其實乳酸是一個急診的很重要的數據 但是 也許它有做 只是沒有寫在這個paper裡面 是動脈血液氣體分析的一部分 好 再來 比較 我們知道 有疑問的是 它為什麼要給Monitor 好 因為它第一天會提供血壓和腦壓的資料 也許它 有 知道說 欸它腦壓比較高 所以他們要去降腦壓 好 那給Monitor 就是要降腦壓嘛 但是 它沒有講說 它有沒有測量腦壓這件事情 它 血壓的資料也沒有提供 好這樣子 所以如果它是一個高血壓而低腦壓的情況下 我們給Monitor會導致它腦壓更低啊 這時候有可能會引起這個腦出血的一個 可能變成出血性的中風 這樣子的一個危險性呢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了 一個 感谢观看